大家好 今天是3月25日 星期五 市今天有一個明顯的反覆 但相對這個星期累積的升幅來計算 只不過是高台的消化和回途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市先低於190點 去到21,735點 之後曾經輕輕升回到21,944 即是這一分鐘是輕輕升到19點 但沒有法治再推進 因為成交交額真的是偏梳 尤其是在動力不足之下 市開始在高台慢慢慢慢轉出反覆 由於這個星期的市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少 所以趁高回途的沽壓也漸漸漸漸漸漸 直到中午接近收市的時間 指數已經一度低於21,575點 跌了350點 從一個技術上來說 暫時的市都可以當作一個急升後的正常消化和整固 因為由今個月15日的低位是18,235點 持續上升到23日的高位22,423點 頭尾七個交易天 行政數數累積的升幅有4,188點 經過4,188點的快步上升之後 市有消化、有整固、有回吐是很正常的 加上高台的成交這麼慢 明顯就萎縮 其實這個星期情況也是這樣 星期一只有1,420億成交 星期二只有1,402億 星期三多一點上升到1,400多億 但到星期四昨天又會回到1,425億 今天估計情況也是差不多 變成沒有動力去支撐著股市不斷上升 高台市必一定有少少回吐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你相對4,188點的升幅來說 就算直到現在這分鐘 不外乎幾百點而已 所以情況是可控的 不過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指數雖然是穩守在10和20天線上 但不要忘記 10天線現在大概在21,292點左右 即是說如果指數再向下走幾百點 就會觸及到20天線 情況就不是太過理想了 我始終記掛著一個情況 就是今個月17日 即是上個星期四 市是急升 同時是慰留了大型的上升列口 直到現在這分鐘都是懸空等補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補 但這些上升列口 早補就好過持補 因為持補的殺傷量會很大 由20120點去到20786點 這666點的上升列口仍然放在這裏 好了 今天是25日星期五 下星期回來剩下4個交易點 下星期二已經是即月期止轉創高峰日 下星期三是即月期止結算日 下星期四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即是未來這一兩天的時間 好淡的角力是會很明顯的 好像今天淡油就有機會反擊 目的很簡單 希望將指數壓低一點 從而減輕轉倉的成本 減輕結算大力的損失 但好倉大戶 這麼重倉 由上星期一直推上來 它不會輕易放手 所以變成了好淡的角力 是會漸漸升溫的 不過只要成交金額 仍然稍微偏疏的話 你沒有動力推上去 至必然之淡油一定是作一個反擊的了 所以在現在這刻 任何的短炒 暫時來說都是停一停手 比較好些 因為始終那道氣蝕一蝕 你再買下去 明天輸三架輸四架走 是輸得不多 但也無謂 是嗎 只有暫時忍忍手 升展有一隻衍生工具 跟大家分享 今天講的是建行939的call率 26866 行使價是6.61 到期日是今年的9月 有效槓桿大概是10倍左右 如果建行是5.7 26866這call率大概是1.02 假設建行可以上到6元 26866這call率會見一見1.93 潛作的升幅大概是88.2% 反過來市場這麼反覆 建行真的閃一閃到5.6 要留意這call率也會見1.67 潛作的跌幅大概是34.3% 相關的資料是由星子提供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些 衍生工具的街貨、條款、細則是怎樣 按進去星子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 好了 中午分析我就說到這裏 那裏 衍生工具 寧生工具 是燃耀滅